回头你弟弟也可以娶媳妇 你是我们家的工厂 李老汉赚紧了手头的六千八百块 交给妻子 望着正在对面哭泣的女儿小美 心中无微杂陈 这笔钱是山西来的老实人老大拿来的 要唤小美回去给他弟弟老二当媳妇 而小美一家 也在等着用这笔钱给小美的弟弟娶媳妇 就这样 小美心不甘情不厌地上了火车 然后乘了拖拉机 经过颠簸的山路 来到这座山脚下的小村庄 村子不大 兄弟俩的家却破败不堪 父母过世的早 老大一大把年纪还没娶上媳妇 整日里出了帮人杀猪 就是榴莲赌场 上门追债的也就成了家里的常客 老二倒是没有哥哥身上的毛病 平日里靠给村里的红白喜事 吹吹唆呐赚点钱 没事的时候就拎上猎枪 去后山打电野鸡和兔子吃 曾经有姑娘和老二情投意合 无奈他家实在太穷 女方父母瞧不上 最终还是散了 后来老大听说从四川买个媳妇过来 只需要六千多款 当即动了心 和老二东拼拼袭凑凑 攒勾了钱交到中间人手里 而后便上了火车 挑了小美回来 小美来到村里的那天 老二刚巧不在家 忙着在一户人家的葬礼上吹锁了 拖垃圾的轰鸣令 他不禁抬起头来 撞见了少女惊慌失措的眼眸 傍晚老二终于毁了家 却迟迟不愿出来和小美 以及小美的父亲吃饭 直到这时 他才透露了自己同意买妻的真正原因 他并不着急结婚 这钱完全是拿出来帮哥哥娶媳妇的 如今人都来了 他也愿意让给哥哥 当晚老大喝了很多酒 送走老丈人后 望着躲在炕炎下瑟瑟发抖的小美 他不由地动了心思 二话不说便把小美抱上了炕 准备霸王硬上锅 可小美哪里见过这种架势 他本就是迫于无奈才嫁到这里 又怎么肯轻易就范 简安求老大放自己回去无果 小美索性和他拼了个鱼死网破 老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最终也没能得逞 只好在炕上累得直喘粗气 而老二躲在一旁的小屋里 听着堂屋内发生的一切 默不作声 第二天 更让老大想不到的是发生了 老大 你家媳妇还是往当中迎来 听医生说 再晚送过来一回 小美就没命了 看着脸色苍白的小美 老大还是动了侧影之心 答应他只要能让家人把钱送回来 就让他回家 一听这话 小美当即来了精神 身子刚好一点便蹦蹦跳跳的 去找邮递人给家里送信 刚巧邮递人那里 也有一封给小美的信 可打开信后 小美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父母已经用那笔钱 给弟弟娶了媳妇 她再也回不去了 就这样 小美哭着烧毁了家里寄来的信 和老大举行了婚礼 那一夜 他们终于成了真正的夫妻 可小美心里却始终有一道缺口 任水也无法填满 花了六千八百块 娶回来的媳妇 竟然一连几个月肚子都没动静 老大几乎成了全村人的笑领 老少爷们都嘲笑她 是不是那方面不行 气得老大回家 便揍起了小美 可话说回来 有没有孩子这回事 也不能全赖在小美头上 老大闲丢人 死活不肯去医院检查 便指派弟弟老二 带着小美去了趟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 小美的身体一切正常 可以生而育女 那八成是老大的问题了 这下老大更是恼羞成怒 成天关起门来打老婆 老二在偏无忌 听着嫂子撕心裂肺的惨叫 心里也有一些不是滋味 一天 趁着老大不在家 小美借口跟着老二 去送到长城附近打猎 请她帮自己一个忙 见嫂子竟然说出 这样有被人伦的话 老二虽然理解她的苦衷 但还是吓了一跳 扔下一句 你是我嫂子便转头离去 说到底 当初是她亲手把这个媳妇 让给了哥哥 又怎么能背地里偷吃呢 年关将近 老大竟然又在赌场欠了五千多块 害怕追债的上门 索性离了家 去矿上找了个看矿的差事 二十天六百块 临走前 嘱咐老二照顾好嫂子 带她去置办点年货 树枣两人便进城 买了过年的衣服和韭菜 又一起骑了自行车回来 见老二衣服破了 小美便顺手拿过去缝补 不再顾及老二脸上的尴尬 老大前脚刚走 后脚追债的便上了门 把家里砸得一片狼藉 小美受了惊吓 躲在角落不住的颤抖着 老二因为忙着帮村里的老人挑水 回来的吃了些 见到这个情景 连忙安慰着嫂子 那一年是1998年春节 伴随着春节连环晚会的热闹背景音 小美倒了两杯白酒 让从不喝酒的老二喝了下去 一来二去 书嫂两人竟抱在一起 睡在了一张床上 那一夜的水乳交流 令小美初次体会到了快乐的滋味 更令人惊喜的是 没过多久 她便怀了 可这究竟是她的福 还是她的孽孽 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老大竟然提前回来了 二笑 够你个好事 你嫂子回事了 你可以到二所了 看着哥哥兴高采烈的样子 老二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 怎么也不敢把自己和嫂子小美 趁哥哥不在家办的事说出来 三个人就这样坐在一张桌上 各自心怀鬼胎的吃完了饭 第二天一大早 老大拿了身份证 准备再回矿上干些日子 多挣些钱把债还了 和小美还有孩子她的失失的过日子 哥哥走后 老二越想越内疚 在家里也待不下去了 便拿出自己的积蓄 准备进城待一阵子 学习架子过 以后好多门手艺 混口饭吃 看着即将离开的老二 小美心头满是不舍 她求她带自己离开这里 远走高飞 可老二嘴里却仍然只有一句话 你是我嫂子 这下 小美终于死了心 便恳求老二临走前能抱抱自己 老二拗不过她 便从背后抱住了嫂子 可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迫的脚步声 追出去看是已没了人意 原来 叔嫂俩抱在一起的那一幕 刚巧被村里来送东西的孩子撞街 很快流言蜚语便传遍了大街小巷 人人都知道小美和老二有染 而她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也被人怀疑不是老大的主 到最后 连远在矿山的老大都听说了这回事 原本已经重新做人的老大 如遭五雷轰顶 再也没了精气身 听人说死于矿难的人家里 能领十万块赔偿 老大索性心一横 揣着雷管便下了紧 伴随着一声巨响 老大的身体永远埋在了深井之下 老二悲痛欲绝 一路找到矿山和矿长理论 却遭到了对方的羞辱 矿长越说越来劲 最后索性骂起老大死到哪里不好 非要死到他的矿上 真是晦气 听到这里 老二人无可忍 一拳打中了矿长的老脸 这一拳可惹来了大麻烦 原来矿长的小舅子不是别人 正是在赌场里放高利贷给老大的债主 听说老大钱都没还完就死了 老二还敢对自己姐夫出手向下 债主当即带上小弟找上门来 向小美逼问老二的下落 恰巧遇上老二回家 望着对小美威逼利欧的高利贷债主 他当即冲上前去 想要保护小美 却被几个人压在身下 动弹不得 小美扑过去救人 却被债主狠狠踹了一脚肚子 心血从他的下体骨骨流出 望着满手的心血 追到人是看看的孩子 小美悲痛欲绝 抓起地上的杀猪刀 狠狠刺向高利贷债主 直到他再也站不起来 被捕后 老二曾试图帮小美顶罪 但他还是一五一十地 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最终因防卫过 当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六年后 小美出院 他剪短了头发 再次来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村庄 看了看那曾让他无数次 想要逃离的院落 那里空无一人 窗户破得更厉害了 老二打包好的行李还堆在床上 落满灰尘 听人说 他几年前就去了眼缝打工 如今再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是否还活着 临走前 小美最后一次给老大上了分 祭奠两人夫妻一场 离开的路上 小美越发恍惚了些 竟觉得遇见的每个人都像急了老二 路上偶遇的搭车司机 小卖部里卖水的老板 他们都像急了他 像急了那个他曾幻想着 会带他离开这里的男人 却都不是他 他只能带着回忆 独自离去 带我走吧 沿着古老的宋代长城 走到看不见终点的地方 带我走吧 沿着崎岖的山路蜿蜒 走到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可是 长城会老去 爱人会消失 只有忧伤 覆盖他落满泪珠的脸庞 晚风卷走落叶 深秋的一杯酒 祭奠着他与他人生的残章 下一次 还会再遇见吗 倘若真的遇见 他还会转头离开吗